迈落第23届的台中市当代艺术家联整 今年参整整数再刷新纪录 一共有327位的艺术家作品 齐聚在大敦文化中心整出 作品类包含有书法、交彩跟有画的11个类别 相当丰富 而其中不少作品也都是以疫情为主题 更刻画出了疫情时代下的共感生活 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进行清销 要刻画出疫情下的生活 第23届台中市当代艺术家联展 网络327位艺术家的作品 截至起到9月15日在大敦文化中心展出 因为当代艺术展览好像还蛮多 艺术品的类别 所以想说趁着疫情期间 比较放松的时候来中心讨厌一下心灵 水准会寸之不起 我的看法是这样 其实政府召集这么多人来不容易 而且画画的人愿意来更不容易 这次的疫情反而更能够激发起艺术家的创作力 大家窝在家里认真的创作 反而我发现今年的当代艺术家连展 这个宋建的建树相当踊跃 那作品都相当精彩 那当然疫情的影响 我们在收建方面也是特别的严谨 台中市当代艺术家连展 今年除了参展人数刷新记录 作品类别包含胶彩 油画书法雕塑等11个类别相当多元 创作者年龄从20岁到90岁都有 还有33位艺术家创下连续22年不间断参展的记录 那每位艺术家都以这个受邀参加台中市当代艺术家连展为荣 那也大家也慢慢的 大家也真的越来越肯定我们当代艺术家连展 所以呢 这个参展数327件 而且都是台中市成名的艺术家 这个在国内应该是绝无仅有 不可能把整个地方政府 整个台中市的艺术家都邀请来参展 不论是山水进雾还是人物描写都别具特色 台中市当代艺术家连展每年固定举行 除了鼓励更多新进艺术家投入创作 也活络地方艺文发展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不懂